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及公寓 电话905-888-6788 多士师傅 考虑取消市政工人终身雇用条款 引起工会不满 诡协明年初展开罢工行动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芳尼 表示 将会在《稳定国外财政状况法案》获通过之后宣布辞职 萨尔科齐同奥巴马 在背后 议论以色列准备代卡明交付 对话内容被传媒披露 各位观众 晚安 欢迎收到11月8号 星期二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安省村顿市一间餐厅内 有两个安宿花筹款商的钱被偷走 警方随后拘捕了涉案的一男一女 并推他们落案起诉 安省省警说 两名疑犯在上星期五下午 由其中一个捐款商偷走捐款 并在同一晚返回检场 中第二个捐款商中的捐款偷走 两名疑犯分别被控两项五千元以下的偷窃罪名 与此同时 涉嫌偷走两个安宿花捐款商 向多伦多警方自首的26岁男子 Domas Foster 已经被控以三项 涉及五千交元以下的偷窃罪名 以及违反担保条例的罪名 据Domas的律师透露 疑犯的生活近来非常艰难 而在恒美顿 亦都发生同类案件 警方正追查疑犯的下落 多伦多市政府正在考虑 除消市政工人的所谓终身雇用条款 这个建议引起工会组织的强烈不满 并威胁说 要在明年一月展开罢工行动 市府和工会已经于10月19日 就最新的合约谈判交换了立场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第416分会主席Mark Ferguson说 多时希望在合约中取消终身雇用的工作保护条款 这是不能接受的 该条款最早由前市长Mel Lassman批准 在上一任市长苗大卫再任时得以强化 根据现行的合约 如果垃圾收集工作 外判给私人公司之后 市府要为满10年以上工龄的全职垃圾工人 安排其他工资待遇不便的工作 副市长Dock Holiday表示 希望达成一份好的合约 大工会方面威胁称 不能够触动这些条款 否则最早会在明年1月19日展开罢工 双方将会在下个星期继续谈判 WOW TV 燕培林报道 国商日林近施制 本国二战退五军人向总理发出请愿 要求挽救作为加国军事历史重要部分的 加拿大航天博物馆 曾经于二次世界大战时 担任过对抗纳罪德军重要角色的 一座多伦多建筑物 现在难逃被拆的厄运 该座位于多伦多西北边 Danceville公园内的加拿大航天博物馆大楼 建于1929年 而战时负责生产加国战机 后来改建成加拿大航天博物馆 博物馆日前收到驱逐令 因为日久失收 要被改建成有四个兵球场的综合场馆 而博物馆内的多架飞机展品 可能因此被逼拆射 为此一班移战老兵 呼吁联邦政府阻止拆除博物馆 他们表示一旦博物馆被拆 加拿大的航空历史就不再完整 多时地区的国会议员和市议员 也都支持这班努兵 共同呼吁保留这座博物馆 BOW TV 闫普林报道 联邦财长忽来厄帝今天公布秋季经济报告 宣布有关促进就业的措施 他同时承诺 由于经济发展放缓 难以在2014年达到平衡预算的目标 在公布秋季经济报告前 已经有报道预测 忽来厄帝会宣布 将明年1月开始的就业保险供款增幅减半 另外也会延长一项分享工作的计划 容许原本要被解雇的雇员 改造兼职 并且可以领取就业保险福利 不怕怕政府最早在2009年的 刺激经济方案中提出这一项计划 并且在过去两份春季预算案中 宣布延长推行该计划 就业保险供款 原定于2012年开始增加 雇员每100家元的供款增加10先 雇主就增加14先 新的增幅减半 分别是5先和7先 弗兰厄帝在出席卡加利总商会的 一个午餐会上 发表秋季经济报告 消息指由于经济不景气 联邦政府将无法在2014年平衡预算 忽略压帝在报告中 会调整对裁政策字的预测 不再订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而改为在中期内 恢复平衡预算 WOW TV 燕樊林报道 踏入11月 一年一度的圣诞交易旺季 也正式揭开序幕 有调查预计 今年的圣诞节 国民花费在礼物 生物和消贤娱乐上的开支 每人平均为1100元 在大多伦多地区 市民的消费水平 会比往年高出3个百分点 平均消费为1600元 另外 有有4成6的民众 计划在网上救密 虽然 目前交原倍率 仍然接近同美元平算 不过 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计划前往美国救密 另外 也有很多人 落以为他们的宠物 购买圣诞礼物 仍会花费46元 买半具和礼物 送给他们的宠物 国际方面的消息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芳尼 今天表示 他将会在意大利议会 通过一项 只在稳定国内财政状况的 法案之后宣布辞职 贝鲁斯芳尼 是在当地时间8号深夜 和意大利总统 纳波尼塔洛 举行会谈后 作出上述的表示 意大利总统府公布的 一份声明说 贝鲁斯芳尼 已经明白 今天众议院 投票结果的意义 同时认为 有必要对欧洲各国 关注的稳定法案 作出及时的回应 在稳定法案 获得议会通过后 贝鲁斯芳尼 将会向总统 递交辞呈 意大利众议院 今天以308票 赞成的结果 通过了2010年 政府财政报告 意大利众议院 一共有630个席位 需要316票 才能保证贝鲁斯芳尼 领导的政府 拥有稳固的优势地位 而当日他获得的赞成票 距离316票 相差8票 说明他在众议院 已经失去优势地位 如果财政报告 未获通过 有可能对正在遭受 债务危机威胁的 意大利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 意大利各反对党派 采用拒绝投票的方式 放过报告 导致这次投票 以罕见的零反对 获得通过 华尔TV 一起批评 内塔利阿湖是编子 已经实在无法再忍受他 对此 奥巴马附和说 自己依然要每天跟他打交道 一家法国网站 引用了薩尔科齐 和奥巴马之间的这一段对话 而听到这段谈话的几名记者 随后向新发社证实了消息的真确性 据信 法国传媒对此保持了几日沉默 目的是为了不想令薩尔科齐感到尴尬 不过以色列的报纸 就对此作出传闻报道 据说 当时奥巴马正就法国投票赞成巴勒斯坦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成团国一事批评薩尔科齐 分析人士指出 薩尔科齐这个评论 显示了他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缺乏信任 而这个可能会为整个中东和平进程 带来广泛和复杂的影响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今天说 聚里亚政权对和平示威民众 及异见分子的血声镇压 至今已经造成3500多人死亡 他表示 虽然聚里亚已经统一 由阿拉伯联盟提出的和平协议 但是仍然对各地的示威活动进行镇压 根据阿拉伯联盟 向聚里亚提出的和平南图 除了立即停止暴力攻击 释放被拘禁的民众之外 还要求由市区撤出部队 以及沿海观察员和传媒自由活动 虽然聚里亚政府 在5日释放了550多名示威民众 以及纪念再生节活动 但是根据联合国透露 至今仍然有几千人 租安全部队拘禁 并且每日还有几十人 遭警方任意拘捕 印度北部 北安查尔邦的宗教圣地 克里德瓦尔 今天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 发生人踩人事件 造成最少16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人踩人事件发生的时候 几万名宗教信徒 正参加一个宗教仪式 祭勇的人群在向圣火败祭的时候 有人跌倒而引发人踩人事件 克里德瓦尔是重要的朝拜圣地 活动的主办单位原本预计 这次持续5日的宗教活动 会吸引500万人参加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稍后中港台环节中会报导 艺人许冠英被发现倒闭 在九龙堂的住所 中年65岁 圣诞节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不少商场花过千万元布置 吸引人流 来在ป他交给手 早啊 Burada 열 戒城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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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